中国山东省济南友好访问团于10月1日抵达洛杉矶 并且于下午6点30分在圣盖博士西尔顿酒店举行经济交流活动与海外招商记者会 代表团团长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山东济南的经济发展现状 并且欢迎海外侨胞到山东济南考察及投资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直此国庆中秋双节到来之际 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共同迎接山东历城区政府防美装装团一行11位嘉宾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美国华商联合总会 向济南市历城区区长吴承炳先生所率领的 山东济南历城区政府装装团一行 访问洛杉矶表示热烈欢迎 防美装装活动是为了适应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的形式 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中美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进行的 同时也是为我们南加州政府各部门与 工商界人士更好地了解历程 投资历程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而服务的 本着真诚的期望与美国企业界朋友们 扩大交流合作的精神 他们将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最优惠的政策 最优良的环境 努力改革创新 采取有效措施 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相信山东济南历城区政府 防美招商团此次来访 必将为促进济南市历城区 乃至整个山东省的 进一步对外开放 加强国际间经济文化技术交流与合作 做出积极的显著的贡献 山东省会济南市最大的市历区 南伊泰山 北林黄河 总面积是1298平方公里 总人口是93万人 历城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自公元前153年 西盼景地四年建县 至今已经有2100多件的历史 今天应该是一个双喜平门的日子 历城区 刚才我们的吴区长也就带来介绍 这个地方区域优势明显 交通便利 人力资源发达 而且我们这个历城区政府 也为大家提供了很优惠的政策 所以历城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场所 我们这次吴区长代理代表团型来的主要目的是 和我们的美方企业开展 推荐我们的历城区 然后希望大家更多的去历城投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在当前这个金融危机背景下 我们这个吴区长的此行此坊具有重要的意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